這種車它不是只是牌子好看 知名度很高 事實上它一台車賣你這麼貴 絕對是都是好料 有面子有理的車 大家好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的是 GLC250 Coupe的車型 這個就是這款休旅車最大的亮點 就是這個鮮貝的造型 他們給這種樣式的休旅車 SUC或是SAC 都有人在講 就是比較運動化休旅車的意思 這一台就是現在關注度很高 銷售量也一直很棒的 賓士GLC Coupe 好那我們先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外觀 首先單乍型的水箱護罩 搭配很天心 那它沒有配ACC 這台車沒有配ACC 接下來我們看到旁邊 這邊有很多的雷達 其實這些雷達前面側邊跟後面 會組成它的主動安全防護系統 這台車有配 有主動安全防護系統 然後大燈是LED 雙眼加上LED的日行燈 那我們看到側面 它這台車標配就是19吋的雲圈 前後配 前面是235後面是25 然後LED方向燈 以及它的環景系統 這台車有配環景 Coupe車型最大不同 如果這台是一般的GLC 它的車身線條會是這個樣子 就跟一般的休旅車一樣 那Coupe車型就是一個斜切下來的角度 漂亮跟風阻係數 尾燈也是一樣是LED 然後搭配雙出的排氣管 現在這種雙出排氣管 都整合在保鮮蓋裡面 做得很漂亮 就也不會很突兀 現在車都比較講究整體性 要裝一些拉拉扎扎的東西 然後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後面跟車尾車側也是都有雷達的感應器 電動尾門 打開你會覺得好像沒有很大 我想主要是因為車頂斜切的關係 但事實上它的行李箱是雙層的 你把這個板子拿開放在家裡面的話 它的行李箱深度 對此會變 表現很好 我們接下來為各位介紹一下它的動力系統 2000cc搭配渦輪增壓引擎 那引擎是看起來是很大 因為畢竟它還會有更高版本的等級 有43的 這個蓋板都做得非常的整齊 然後我們看到旁邊也有這些 一些隔熱的金屬隔熱的 其實因為車子還很新 所以它沒有任何環保材質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場內每一台車 都會像這台一樣 已經做過夜時的認證 這樣才能讓消費者買的安心 車子經過認證我想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要有認證後面才會有保固 這樣消費者買回去就不用擔心有任何的狀況 好休旅車最讓人家驚心樂道的就是空間 就是乘坐空間 那我們也是試給大家看 這個進來之後 頭部空間真的還蠻開闊的 然後像這已經是我舒服的駕駛模式 跟姿態 好 然後後座 不用擔心 空間真的不用擔心 但是我必須說 受限於它這個Cubei的車型 當我整個頭靠在頭枕上面的時候 上面沒有很大的空間 大概只剩一個拳頭 可是如果在這邊的話是很開闊的 上下車的時候是很開闊 只是我躺下去的時候 可是事實上你說壓迫幹嘛是也還好 可是如果坐後座可能是180公分的 那我覺得就會稍微 可能會有點抵到 這就是它後座空間頭部的一個限制 可是沒有關係 帥氣還是很重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車內的配備 來 好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它內部的配備 首先 以上車最顯眼就是方向盤 那台車都一樣 這台是平靶的 然後有紙扣 有換檔撥片 現在賓士車他們的冷氣出光果 都會做成這樣子的 圓形的 幾乎每一台車都是 好 然後它一樣是雙環式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資訊幕 很清楚 算很清楚的 左邊呢 它有一個雷達的開關 再加上環景系統的開關 然後大燈 然後賓士車最招牌的就是電動椅 電動椅的操作方式 就是旁邊一個電動椅軟件 你想要操作什麼 就按那個部位 好 那它現在的中控台呢 也都做得很整潔 不會有這麼多零欄滿目的配備 都做得很乾淨 車輛的控制是它的最多選項的地方 車輛設定 然後再來我們直接講這個最重要的 駕駛模式的選擇 它的駕駛模式選擇呢 分成引擎就是換檔模式 然後有一個方向盤的是轉向模式 然後自動熄火開關 跟空調 它分這四個 然後環景 它的環景鏡頭非常多 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是 只有前面 然後選過來就是一個鳥看 也是前面 再選過來就是左右 它上面都會有 像型的標示啦 很清楚 其實環景的最大幫助 我相信大家的開車應該都沒有問題 但是環景最大的幫助就是死角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沒有死角 車後使用手車也都內建了 這個是它的中控台 然後當然下面還有一些 時間設定跟系統設定 你一定可以很快上手 這邊是駕駛模式選擇 自動熄火的開跟關 這個是純手牌模式 而且是持續純手牌 當你打開這個時候 你的換檔一定要從撥片 它就不介入了 就撥片換檔 這邊有杯架 點營器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最開置物箱 當然裡面也會有USB的接頭 這台車我覺得它的寬度 就跟GL-E比起來 當然會有差異性 因為畢竟E是比較大台的設置 GL-E你如果坐後座的話 三個壯碩男生坐 我覺得都還OK 然後這個GL-C你要後面坐三個的話 可能身材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如果一般家庭使用 它絕對是綽綽沒有問題 空間感就看您需要多大的側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座椅呢 是用半擠皮跟半皮質的 中間的部分是擠皮 一定是這樣配置 這樣才可以增加摩擦度 然後頂棚呢是黑色的 這個我個人也喜歡 因為好整理 然後全車它是配七顆氣囊 包含駕駛座的膝部 TZ的車一直都很重視安全性 這台雖然沒有自動跟車沒有ACC 可是它的安全配備也是很齊全 比如說它的剎車預警 還有它的巷口提醒 這些死角的地方 我們剛剛在前面有講 它的前後都有很多的雷達 都可以做到預警的效果 好那今天我們為您介紹這一台 就是我們公司的GLC Cubei車款 2017年里程數7,8萬 整台都原版件做過認證 就是讓大家可以買的安心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們討論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想要讓我們介紹什麼車 我們盡力盡量 喜歡我們的頻道幫我們點贊 訂閱 再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掰掰 實在就是S.U.M.